欢迎来到高雄 台湾 有一种看的 但是好奇心中了 走过去一看就有个手机上面那个镜头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说不可能 怎么可能啊 这里电视就看得多了 有时候我男朋友一张就跑到那个卫生间拿着个椅子 然后一看 真是惊呆了 就是藏在烟感器里面 真太变态了 又觉得很恐怖 SD卡里面一看 确实就是有我们两个人的影片嘛 有我男朋友洗澡的照片 还有我们在卧室看电视机 看电视机写照片 过年我房源很紧张 因为酒店都已经订不到了 一个一搜的话 它的房源就出来了 上面的好评也不少 就看到一个是之前有很多很多的客人已经在入住了 我们觉得受害者肯定不止我们一个 那我希望第一时间就能获得到帮助 那比如说我当时就想知道房东的信息 房东的真实信息到底叫什么名字 那他的身份证话到底是说那对我和对警方都是有帮助的 自从我在网上曝光这个事情以来 然后LBNB没有任何的跟我这方面的联系和回应 他微博上最近发的那一条 也没有爱着我 也没有人私信跟我 也没有任何的沟通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和处理 那我们也不会这样的轻易地就说结束了 这个微圈到了 对 972 office Alright 雷势评客户端 全新上线 basically